來關心到屏東芒果大豐收 價格卻一路慘跌 受到了疫情影響 再加上台南預警的芒果開始出貨 屏東的艾文芒果 價格從每公斤500塊 下跌到破百元 還是銷不出去 果農為了求生存 只能以宅配方式促銷 而同樣是果農的知名歌手楊哲 更開啟了直播賣力行銷 對著鏡頭 唱出經典老歌 知名歌手楊哲 曾擔任過台語歌后江惠的填詞人 同時也參加過隔場比賽 但這次開直播不是粉絲見面會 而是以果農身份賣芒果 桌上的艾文芒果 磕磕大又飽滿 但受到疫情影響 外銷賣不出去 內銷也受到阻礙 政治禪季芒果大豐收 卻找不到銷路 芒果王子楊哲 只能開直播求促銷 其實屏東的艾文芒果以絕佳品質揚明國際 產量全台第二大更是最早產區 首批上市的頂級品創下每公斤500元高價 卻在台南預警芒果開始出貨後價格一路下跌 如今均價不到百元 賣不到後價錢又找不到買家 只能靠宅配來銷貨 而宅配訂單也在果農的努力下倍數成長 非常辛苦 因為早上要去一天你採芒果 然後晚上又要直播 就是好累喔 可是為了錢沒有辦法 如今果農不只忙著採收 還要近機裝箱出貨 雖然價格不勝理想 但至少銷出去 民眾吃得開心 果農也不至於 血本無歸 解數十位屏東超不到